接着我们会试下做两个slider 分别是改那首音乐的速度 和改那首音乐的音高 因为有slider 所以我过来这个storyboard 我们就search 首先有两个label 看得清楚一点 我放两个label 另外我都要search slider 我就做两个slider 因为我都不够了 所以这个刚刚加了的上下分钟 我就改一个constant 就-100 让它有多些空间 然后这些东西我们就放高一点 slider 记住是贴紧了 左和右 save area 好了 我们再加一些constraint 这个和view是有头尾 和不是上下分钟的 是这一件东西的上下 是和它有vertical spacing 这个也是 头尾 然后这个和这个 有vertical spacing 最后这个label和它 就是有vertical spacing 和打横分钟的 这个也是 vertical spacing打横分钟的 那我们再改一下 那我们再改一下数值 让它看得舒服一点 这个距离8 就可以了 那这个呢 很难试 啊 到时候呢 已经是8了 所以呢 没问题了 那这个和上面 这个pick up view 的距离呢 48 对 这个和这个 垂直的距离呢 都是48 我暂时做这个先 那另外呢 这两个label呢 就不用太大了 12 point 就够了 那上面这个 因为改了速度 就叫speed 啦 下面这个 就叫做pitch 啦 行不行 那我们呢 那我们呢 做好了之后呢 那我们呢 一会儿呢 我们做多一点点 就是我们经常要做的 create outlet 那我们呢 就是把这个wheel controller 那里呢 选择automatic 它就会显示 那我们呢 要create 嗯 也不是outlet 就是create action 行不行 那就预备 动个slider的时候呢 就会 改变数值 可以一次过做完 那把它打了 这个 是因为改速度 叫SpeedAction 记住这里要选Action 这里要选UISlider 下面这个也是 这个是PitchAction 记住选Action 和UISlider 我们稍后再加Action 其实这两个slider的数值都要调整 原因是因为速度 1是standard 2是快一倍 4是快四倍 0.5是慢一半 所以我们要改一改slider value 不是由0至1 最好Value default是1 即是Default原本的速度 慢到最慢都是五分一 我就打0.2 或者0.25都可以 你喜欢 maximum快四倍 1 0.24 行不行 另外这个Pitch 也很奇怪 Default原Pitch 就是1 接着每加100 就是半个semitone 即是每加100 就是半度 那如果我想调整 如果我想调整 是高八度 那一个八度 有12个半音 每一个半音 就是100 那应该就是加1200 所以Default的Value 是1 所以它的maximum 应该是1201 行不行 因为Default不是0 不是1 不需要这样 那所以呢 如果我动到最低 低八度 就要-1199 行不行 那这个Range 一旦动的时候 就动到最高八度 动到最低八度 动到最低八度 那你就会容易看到 好 那拉了这个outlet 那就 设定好些东西 那我们就要 写少少的code 那这段code 那我们就会去 那个code view 这样看 就会更清楚一点 改speed 或者是改pitch 那 那我们呢 第一件事 就要留意了 如果我们要改pitch 呢 我们其实呢 一会儿要重新再wow 那些东西 那 第一件 那呢 就在顶部 那里 我们呢 要waw 开一个time pitch 那这个我自己改的 那这个名字 那它是什么呢 它是一个 AK time pitch 的 嗯 这个note 行不行 那我的名字叫time pitch 那现在呢 我这个player 拿了个file 那player就可以play了 那这个file 我把player直接拨到output 那就可以 就是 play到那个 player的声 那但是因为我中间呢 想加一个note 是改变它的声 那所以呢 在这里呢 我就说了 我说呢 time pitch 这个东西 就是上面开的这个 它其实是等于一个 AK time pitch 然后 它就可以放一个file 或者path 或者放一些东西 那我就放些东西 我放些东西 我放什么呢 我就是放个player 那所以呢 最后这个player呢 预备出声的时候呢 它的声就会 射到这个time pitch 那里 然后让time pitch 搞一下它先 所以这个time pitch呢 最后呢 又要再拨返回 入到output那里 那里 所以这个东西 是放进去 time pitch那里 time pitch又扭住 output 那就是好像 放一块东西在中间 那你做了这两个部分之后呢 那你去到下面呢 就可以这样了 每次别人移动那支桿的时候呢 假设呢 我移动那个speed 那个slider 这个sender呢 就是说那个speed slider 因为那个slider 这个action 那sender 就是等于那个speed的slider 那我就说了 time pitch 要改速度呢 就是time pitch.rate time pitch呢 里面有rage 和pitch 那我们改个rate 这个rate等于什么呢 就是那个sender 动了那个新的value 这样写就可以了 但是呢 你这样写呢 它就会红你的 它说因为呢 time pitch.rate 是要给你 入一个double的数字 而可惜slider 动的时候呢 是给一个float的数字 两个都是小数点 不过float的小数点 准确度低一点 double的准确度高一点 那么呢 我们要把float 改为double 逢你见到红色圆点呢 即是说xcode 是能够帮你做完的 那么呢 你发觉呢 它其实用double的括号 括住了你的sender.value 就会将float 转了做double 然后才放下去 那么做完了之后呢 就把pitch呢 都重复做多一次呢 就可以了 那么呢 我现在呢 就run一run 来看看效果 看一下呢 动的肌肝呢 是不是跟着会变腥 是的话呢 我们就大部分东西做完的了 那么最后呢 因应有同学要求呢 那么我会再加多一条片的 好快啊 试一试吧 我拉大一点 好快啊 弄慢又可以 弄高低音呢 试一下 这试试了呢 我们所有东西都做到的了 行不行 那呢 我们下一条片呢 就会做多一点点 就会显示我们 移动的时候的数值 谢谢大家